本节目由茅台王子九轻情呈现 茅台王子九 致敬奋斗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片甲骨惊天下 汉字传承千年 一个字就是一段历史 出土于安阳阴虚的甲骨文 有着中国最早关于九的记载 甲骨文的九字 中间部分是个九坛子的象形 即有 古安阳为商代都城 在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一尊提两友 曾经吸引了全世界考古界的目光 这是一贯出土于3300年前的酒液 出土时还保存有酒液1500克 1983年 安阳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商朝墓葬 发掘的一尊提量油里传出液体流动的清脆声音 并有液体从颈部渗出 经过权威考古鉴定专家的化验分析 关键 关键液体中含有乙醇的成分 测试结果表明 这就是商代的酒液 阴商时期 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 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 安阳地理位置优越 盛产蜀 寄等粮食 民有鱼粮则酿 这一时期 人们已经能成熟的大规模的酿酒 其酒适之赤裂 至今令人惊叹 阴墟中静静躺着的青铜器 一大部分与酒相关 默默昭示着中华酒闻名的灿烂悠久 魏庆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站员工 是一位常年坚守在 殷墟田野考古一线的 80后考古工作者 其实在殷墟的这些墓葬当中 所出土的酒气的数量 包括种类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 有啊 孤 绝 尊 甲 雷 胡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 上代非常常见的酒气 所以在我们的考古发掘当中 也可以发现在整个殷墟时期 这个饮酒的文化也是非常盛行的 在整个殷墟200多年的历史当中 酒文化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一直贯穿整个商代的这个文化序列的 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刚才讲到的孤和绝 这是商代的酒杯 仪呢也是商代的成酒气 所以从这个商代对这些酒气精美的铸造工艺来看呢 当时对酒文化呢是非常热爱的 上书记载 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对话 若做酒礼 而为屈涅 那时候人们已经可以人工培植教母君来酿酒了 但当时的酒区也就是屈涅 是松散的发霉发芽的骨粒 它所含有的有用微生物不是很纯 糖化和酒化力也不是很强 酒精度数不高 仙人们在悠然自得间 酒不醉人 人自醉 这一种醉情与醉景 今天仍然在安阳城里弥散 安阳老城的窄巷里 随处可见的斑驳城墙 陈旧木门 老是屋檐 在细细诉说着往日的繁华与悲欢 三三凉凉的小酒馆 静静地坐在老府口 似于高楼林立 人群熄攘的热闹都市 格格不入 走进酒馆 仿佛穿越旧日时光 酒的味道 是人生的味道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辟如昭露 去日苦多 自古帝王多寂寞 一代枭雄曹操 他的杯中酒味 大抵是浓烈的 才能与他的一腔激情 建功立业的宏图大院相匹配 酒之美 古来就浸润着安阳这一方卧土 在安阳西南的五龙镇 唐家港村 有一座古井 当地居民用井水酿出美酒 据明代嘉靖年间 重修古佛堂碑文记载 古井系唐代修建大佛堂时挖掘而成 这座古井 今天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80后国家级品酒委员宋宝君 就是闻着古井水酿造的酒香长大的 眼前这口古井是从唐代延续下来的 当时张德酿酒就是用的这口古井水 一千多年前 张德能把酿的酒进贡朝廷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酒继续发扬光大 做成响当当的地产民酒 调酒品酒是一门艺术 为了这门艺术 宋宝君 每天穿梭于生产车间 实验室 品酒室之间 通过品酒反推如何提升工艺 研发推出新产品 十几年如一日 首先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去做 就是一个地方 它一个地方的生产出来酒的特色 和当地的西亚非习惯 在殷商时期 用涅河区酿制的酒 被古人分别称为礼和酒 礼 味甘美 姓平和 至今我国很多地方 还在酿制这种酒 酒用鼠酿成 与后来人们酿制的黄酒 非常相似 殷商时期还有一种酒 唱 这种酒气味浓烈 是举行祭祀用的专用酒 在加入郁金香后 气味芳香还可以入药 类似今天的药酒 今天高端的白酒工艺 与殷商古法发酵工艺 一脉相成 其实你看商朝人 三千多年以前 他们就开始有这个饮酒的习惯 而且你看我们 修的这么多淘气里面 酒气其实在墓葬里面 出现的这个比重 还是非常非常大 都说安阳人爱喝酒 所以这应该是从商朝 直接传承下来的 对啊 传承下来的 商大人他们不知道 会不会像咱们现在一样 就在一天 劳作结束以后 也是三无成群的 约个局 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 所以他们也需要 就是来排除一下 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压力 对 其实考古工作 虽然很 就会感觉有时候很枯燥无味吧 但是当你在 拼队当中找到一个 你一直找不到的淘片的时候 你会很激动 很开心的 绝对是 那喜悦是无鱼论表的那种 那种感觉 其实有时候非常感慨 你看我们在修的这个 酒气这个淘菇 说不定三千多年前 古人他们也是 手握着这个淘菇 和他的朋友一块在 对 对 对 特别的感觉 今天的酒已经从古物风味 转变成了多种风味 酒的品种也更加多样化 千年古都起起落落 足足辈辈的安阳人 本分务实 通过智慧与勤奋 保障了中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 在工业化大行其道的今天 守护着一方净土 今天的安阳人 饮酒更发乎情 酒席间往往腹筋追溪 饮经据点 推杯换盏间 令人有一种 醍醐灌顶的文化愉悦 浩坊两个纸酒 弄改阔了安阳的所有的特点 不掺甲 来 走 喝一个 安阳人喝酒 它比较直 爽快 喝光了这杯酒 还无法回头 酒文化 代代相传 无法复刻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 以酒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产业 凝聚起了安阳的精神力量 在古城老巷 国潮浪涌 国风澎湃 文创产品推陈初心 安阳元素登上国内国际平台 秉须补 唯心理用 唯旧理用 恰似一杯陈年老酒 悠久的历史 历史底蕴 与人文情怀 包裹着安阳这座温暖的城市 在寻常的日子 安阳人时常品品白酒 借由酒精来诉说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渊源 讲述在城市中生活的喜怒哀乐 尘封的时光似乎在安阳被撕开了一条裂缝 隐隐地飘出几缕酒香 三千年来 酒的命运 人的命运 成的命运 都融进了这酸甜苦辣色的酒香之中 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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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